由于人类肆意砍伐破坏生态环境 2067年的地球逐渐失去了绿色 导致全球不再有足够的氧气维持呼吸 幸存下来的科学家便成立了制氧公司 帮助人们可以继续生活 可有限的资源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经过20年的研究 他们成功造出可以跨越时间的传送门 希望在未来可以找到活下去的办法 而这天运行中的机器 赫然出现伊森的名字 伊森是末日幸存下来的一员 他是一名城市电力维修工 每日工作到很晚 以此来照顾还在生病的妻子 这天还在工作中的他 突然被出现的人带走 原来是制氧公司的胖姐 需要让他穿越到2467年 找到可以解决氧气危机的办法 因为他们收到了来自400年后发来的一段消息 指明让伊森前去 并且这台机器正是他的父亲研制 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伊森却果断拒绝 认为穿越到未来太过于危险 并且剩下妻子没人照顾 满身疲惫地回到了家中 心思缜密的妻子发现伊森情绪古怪 伊森只好将事情讲了出来 而病重的妻子知道一切后 希望伊森能够放下自私 勇敢地去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辗转反侧的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或许这才是能够救妻子的办法 重新回到了实验室 科研人员为他准备了改良过的太空服 来应对不确定的降落地点 接着交给伊森一个智能掌机 这可以帮助他提供一些重要信息 随着量子机器的启动 整个光环亮起刺眼的白光 电光火时间眼前的事物也逐渐扭曲 随着一道光芒射出 伊森消失在黑暗中 当他的意识重新回到身体时 看到眼前出现巨大的时空漩涡 可无论他怎样躲避 还是逃不过被吞噬 转眼便出现在云层中 强大的重力加速直接让伊森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大气的摩擦早已将太空服烧毁 赶紧起身脱掉漆火的外衣 看向周围早已被绿制覆盖 400年后的地球果然重新恢复了生机 掏出随身带的人工智能检测土壤 发现了不远处有个荒废已久的建筑 为了解决人类氧气的危机 他来到了400年后的地球 虽然此时的地球恢复了植被 但显然人类已经灭绝了 天上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卫星 只好通过仪器检测土壤辨别方向 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建筑 却发现了一具湿海 额头还有一个被击穿的弹孔 而下一秒却让他赶到后背发凉 B领上居然是自己的名字 赶紧搜寻地面 同样找到了秀记斑斑的仪器 自己的满心一律地与自己来张合影 接着便开始研究眼前的仪器 通过回放记录 知道了未来的自己与其他人发生了争吵 接着就被对方一枪击杀 明明只有他自己穿越过来的 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 心中疑惑的伊森打算寻找答案 可眼前的大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很快夜幕降临 按照仪器的提示开始钻目取火 找来的野果就连仪器都分辨不出 想到饥饿的肚子 还是将它吃了进去 果然没过多久便中毒晕倒在地 迷惑中忽然电闪雷鸣 远处一阵强光闪过 感觉看到一个人正向他走来 等伊森从幻觉中醒来 真的是他的好友感到了这里 原来他们收到伊森状态异常的警报 急忙派吉尔前来救助 当下伊森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 但吉尔却对这些不以为然 只好拿出一气继续寻找线索 顺着信号一路走过去 成功地看到了一处地堡 通过瞳孔扫描大门真的被打开了 在黑暗中发现一台运行中的电脑 谨慎地按下了回车键 剧烈地疼痛立刻从手腕传来 通过检测成功地验证了伊森的身份 原来这里便是400年前的实验室 并且传送装置将在4个小时后启动 身旁的吉尔打算传送回去 但对于那具海谷伊森还是充满了疑惑 感觉那个便是自己的未来 并且还没找到增加氧气的方法 接着便打开机器的运行日志 结果投影中看到了自己父亲 原来为了解决2067年的氧气危机 父亲建造了这个可以时空穿梭的传送门 同时将一座气象站埋入地下 打算通过传送未来的气象数据 来解决现在的氧气问题 实验不久 他们成功地收到了来自2467年的信号 正当大家为此兴奋时 破译的信号却得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解决地球氧气危机 二人来到400年后的地球 眼前的建筑完全被植物所覆盖 看来人类面对那次浩劫还是失败了 穿过荒凉的街道 他们成功找到了传送门的位置 而就在这时核心能源发生故障 眼看机器还有三个多小时将要启动 如果不及时恢复 他们将永远留在400年后 赶紧找到控制室 好在二人都是电力工人 成功修好了能源装置 而此时传送门还有37分钟就要启动 这时伊森打开侧面的大门 发现自己的海骨还在门口 看来一切还是没有改变 自己还是会死在这里 把新仪器的电池拆下 安装在海骨身旁的仪器 上面记录着杀死自己的人就是吉尔 面对强有力的证据 吉尔依然不肯承认 情绪激动的伊森为了找出真相 用棍子将吉尔关在了仓库中 重新打开了影像资料 原来他的父亲一心想要找到解救人类的办法 而胖姐打算先带着一部分人离开 让剩下的人自生自灭 他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 就是让地球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自愈 这样一切才能重新开始 而他的父亲仍坚持着自己的方案能够成功 逼不得已 胖姐对着他的父亲开枪 这时被困得吉尔踹开了大门 他便是胖姐放在伊森身边的卧底 如今知道自己也被欺骗 他希望与伊森一同留在400年后 而伊森与父亲一样 相信一定可以改变未来 来拯救剩下的人类 这时吉尔突然说出录像中的话 并同样地抓住了伊森的脖子 一切都按照历史重新上演 而这次吉尔为了兄弟之情 同时为了历史不再重演 果断朝着自己开了枪 而这边的胖姐带着众人准备传送离开 这时传送门突然一阵晃动 随着胖姐目瞪口呆的眼神望去 传送门内部居然摆满了植物 原来伊森放弃了回去的机会 将树木和植物传送了过去 那些或许才是人类的希望 此时门外的骸骨也消失不见 历史已经发生了改变 再次回到当初的悬崖 此时的城市恢复了繁荣 人类也重新回来了 而他的妻子也收到了伊森的礼物 那是一朵来自四百年后的花 好